巴西 亚马孙雨林 李俊峰焦急万分地奔向雨林深处 他是美丽山书店线路项目环保负责人 就在刚刚当地的动植物专家告诉他 在项目现场发现了树栏的踪迹 按照当地环保要求 如果在建设场地发现保护动物 工程就要停工 将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再开工 这是一种树栏非常喜欢的一种树木 当然这个树比较小 它喜欢栖栖在这种树上 同时在树上就直接可以吃这种叶子 它非常喜欢 尤其喜欢吃嫩叶子 树栏在这里属于极度冰微物种 但因为它们行动缓慢 毛发旺盛 隐藏在森林里极难被发现 只有把树栏找到 并且转移到安全地区以后 工程才能继续